正值俄罗斯世界杯之际,欧洲各大豪门也没有停止运行,为下赛季做好充分准备,今夏转会的演员工作持续进行。 就在近日,西班牙天才阿森西奥接受了媒体采访,对于媒体提到,关于自己在俱乐部的未来时,阿森西奥表示,谈论未来还不是时候,正在集中精力参加世界杯。 而西班牙著名媒体马卡报就透露,事实上,阿森西奥早已关心了自己的未来在黄马的去向,而来自英超的俱乐部,利物浦,就为其准备了一份1.8亿欧的报价。 根据媒体的说法,利物浦已经对阿森西奥观察了很久,在欧冠决赛败给黄马后,利物浦想得到阿森西奥的意愿更加强烈,甚至愿意为其付出高昂的代价,除1.8亿欧的天价转会费外,还额外提供一份令人震惊的年薪。 媒体还透露,尽管黄马与阿森西奥并没有对利物浦报价仪式通缉,但世界杯后双方就会见时开始谈论阿森西奥的去向。 众所周知,阿森西奥还非常年轻,年仅23岁,在黄马的表现堪称巨星级别,但是由于黄马人才积极,固定的出场时间很难保证,再加上新帅上任导致未来因素的不确定。 阿森西奥本人也很希望,能在黄金年龄段得到更大的提升,在黄马过去的三个赛季里,阿森西奥逐步获得了更高的地位,这位年轻巨星也有更大的目标,希望在往后的比赛,终能获得更多机会,但毕竟在黄马他还不是称不上主角,顶多是小生,而如果加盟利物浦,正是让他成为绝对主力的机会。 而黎物浦也在欧冠失利后很不甘心,在寄签下把西奥星法比尼奥后,下个目标就是黄马阿森西奥,势必要在欧冠卷土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